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有贵干 我是为红仇而来 红仇 开个价吧 多少钱你才肯退婚 贝勒爷 您这话可犹如斯文哪 斯文 我查过了 你是自顾管修书的 只因为得罪了和珅 他就把你给贬到这儿来了 您说这干什么 瞧你 本来是拿笔杆子的手 现在拿尺子了 多委屈啊 贝勒爷 如果我退了婚 是不是我就可以不必在这儿受苦了 没错 只要你退了婚 我马上让你回嗣库馆当个分教官 和珅他连个屁都不敢放 怎么样 怀民不拿红仇做交易 怀民哪 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贝勒爷 您见过红仇吗 今儿我头一次见他 您今儿是头一回见他 我跟他可是发小 我的木工活还是跟红仇他爹学的呢 怀民哪 这么跟你说吧 只要我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 对 您想要哪个女子那还不容易 可您又何必强迫一个民间女子红仇呢 哼 因为红仇她得罪了我 什么 她公然编大古书骂我 哼 事可忍 事不可忍啊 既然红仇得罪了您 您还要娶她 这与理不通啊 对付得罪我的人 办法我有千百种 不过 我得找一种最难受的给她 懂吗 贝勒爷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哼 说了也是对牛弹琴 贝勒爷 我只知道理大于天 这门婚事不能退 杨怀民 贝勒爷 怀民奉旨赶建报恩殿 时间紧迫 恕不奉陪 我好比龙中药 茶池难飞 有刺客 有刺客 我们是张黑字的人 专下阿贵报仇 杀阿贵 这是阿贵的房间 如果把我当成阿贵 那我可就完了 刺客就在这里 快 抓住他 杀 刺客就在这里 站住 什么人 将军 我是唐大年 什么唐太年 抗令 抗令 问我 五香管子 胡说八道 你别着急 别着急 有刹花生 你分明就是刺客 那你别着急 月光如水 夜风寒 心如刀剿 泪脸脸 十几年妇女俩 相依为名 一朝分离 天隔一边 从此后 谁为蝶蝶喜做饭 谁为蝶蝶温暖喜寒 耿骨声声催人尽 天一亮 女儿 就要离开那家园 别人家 逢喜事喜笑颜开 我红愁逢喜事 不谢美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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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令 别着急 别着急 是 交颜行人 不对 是核桃 不对 是白果 不对 快 快 快 考令 我知道 你别着急让我想想吧 让我想想 还要别着急 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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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了 唐朝栗子 答对了 我说你们都来了 唐朝栗子记得吗 因为你姓唐 所以特别帮你安排了一个比较好记的口令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刺客抓到没有 刺客 刺客 刺客在哪儿 刺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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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我玩 你们太过分了吧 这次是演习 演习 嗯 我担心我们这帮兄弟在京城偷了玩 所以呢就安排了这次演习 好操练操练他们 你哪是操练他的 你是操练我呀 不 你比我们上次进来那个事业要强多了 上次那事业一次演习下来 我总共尿失了七条裤子 第二天被吓跑了 哎呀 你干什么 报告证据 唐先生没有尿裤子 这不是本官跟你们吹啊 别看我是个文官 泰山崩塌于脚强而不惧 真是厉害 那我们先告辞了 走吧 走 走 你帮我扶下来呀 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 你胡说我都不知道怎么上来的 我平成第一次把树 堂堂年我忘了告诉你了 这是我们将军府唯一有蛇的一棵树 走 你慢慢下来吧 不行 啊 我身上有蛇没有 有蛇没有 哎呀 他怎么下来的 这 这 看来他的身手比你们几位强多了 比我们强多了 比你强多了 比你强多了 好 谁这么吵啊 别吵了 我说 对啊 今儿我成亲哪 等一下 好 好了 贝勒爷 这年都准备好了 今儿杨怀民取红筹 咱们也去凑凑热闹 都给我机灵着点 是 贝勒爷 记住了 上朝就把锦囊称给皇上 大哥 你这锦囊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这个药啊 是救命的仙丹 可记住了 你要是打开看了 它就不灵了 大哥 别问那么多了 不要打开 千万不要打开来看 答应我 来 去吧 去吧 大人 慢点 我爹呢 我爹呢 这是老龟去 女儿上教 你爹他得回避 公仇啊 这会儿 你得哭啊 我哪哭得出来啊 哎呀 那朝这么多街坊都在瞧着你 要是哭不出事啊 那该丢死人了 可我的眼泪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哎呀 哭假哭假 你要是不哭啊 那上不了花轿的会倒回的 好好好 我试试嘛 我想想 我想想都违约 姑娘 现在 你的新郎就快要到了 我知道你别催我嘛 快点哭啊 我想想嘛 想想梦见女库长城啊 你不要老跟着我嘛 让我想想 让我哭嘛 快哭嘛 快哭嘛 掌心书在 快 哭 哭不出来吗 那么看的事情我怎么哭不出来 你要是不哭 咱都上不了花轿 嫁不出去了 我说阿贵啊 你看那儿 你说你 你至少也做过将军 啊 上朝最起码还得做轿子吧 这叫什么 做轿子干什么 憋的话又不透气 这是京城 你这多没面子 这怎么 起码一望无际 什么都看得见 对不对 你看 好像在迎亲 对 娶媳妇 对 你看她神奇的 也不知道娶的是谁家的姑娘 是 这 怎么回事 谁这么不长眼 你才不长眼呢 贝勒爷你也敢抓 贝勒爷 贝勒爷 贝勒爷奇想 走 展开 贝勒爷您走好啊 展开 展开 贝勒爷 杨怀民 我还恭喜你啊 我今天要去红仇了 巧了 我今天也要去红仇了 什么 上 上 是 你们 你们怎么敢 敢抢我的花轿啊 干什么 都给我住手 不要抢 贝勒爷 你怎么敢抢我的花轿啊 你们不能抢啊 你们干什么 不能抢我的花轿啊 杨怀民 我想要的东西 就没有得不到 走 是 你们干什么 放下我的花轿 把我的花轿放下 放下我的花轿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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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我的花轿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追啊 追啊 哭不出来啊 我的姑奶呢 你说我也没有用 我就是哭出来 快哭 快哭 你看 这么多街坊都在瞅着你呢 你要是不哭啊 他们会笑话你的 是人间的惨剧我都想变了 哭不出来怎么办嘛 你要是不哭啊 我也没有办法 反正丢脸的不是我 行了 来 快准备上花轿吧啊 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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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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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 全错了 老大山哪 这时候 您可不能露面啊 爹 丫头 别难过了 爹 孩子 好了 别哭了 爹 爹 爹 你好好地照顾自己 知道吗 孩子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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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敢拦我的路 铁将军 阿贵 你就是那个被格勒指的阿贵啊 里面凉过去 贝勒爷 你为什么抢这件的新娘 放肆 敢管我的事 天下不平之事 我阿贵都要管 反了你了 来啊 我拿枪 好你个阿贵 走 好 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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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哪里呢 又跑哪儿去了 阿贵 我看谁敢欺负人 都会让开 让开阿贵 阿贵在哪儿呢 我来帮你来了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 不是刚才有人在来欺负人 还欺负什么人呢 人都走了 赶快去这背了 快 快点快点快点 看看骄傲在哪儿 大家私下找一找 大人大人 骄傲在那儿了 快回来快回来 这边这边这边 走 闪开闪开闪开 快快快 快去接红仇 快点 快快快快 快去接红仇 吹锅仇准备啊 吴岳父成礼啊 来 扶我一下 来 扶我一下 奏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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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管他跑哪儿去呢 咱们上朝要紧走走走 你看 花椒 爹 爹 爹 小媳妇 快快快 看看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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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进去 王教王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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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出来了 走 进去吧 进去吧 大家都进去吧 走 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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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红头 孩子 孩子 肯定是狗贝勒抢亲了 你说贝勒抢亲 那人呢 你看 人家明明有新郎官啊 连这你都看不出来 那狗贝勒肯定躲起来了 让他手下冒充新郎官来抢 你看这姑娘 哭得多彩 真的 王八蛋真够坏 走走去看去 哎呀别去了 走啊 驾 这怎么了这是 又怎么了这是 真没见过 来呀 这是 这是 来呀 给我抢 冲太贝勒奖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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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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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新娘子跑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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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先下 来啊 追 追 走 空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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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天化日敢抢民女 崇泰拜了我告你去 快 别动了 恶霸抢前啊救命啊 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有恶霸抢前 且别让开啊 你谁啊你 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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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空虫 阿贵阿贵 永不掉位 整个人一定还会来抢人 给我顶住 快开门 弄出来 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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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还没进去就关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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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两个混蛋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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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 等会儿 关门 放手 帮你跑 往哪儿跑 我告诉你 有我在这儿没事 不会有事 放心 绝对不会有事啊 你干嘛打我 你怎么打人呢 我 狗长人士 小心没好下场你 你怎么这么说话 谁在狗谁这人 你们两个贝勒爷的狗 唐唐妮 这到底怎么回事 越来越糊涂了 来来来 好 上了 我觉得他可能是 惊吓过度脑子全乱了 鬼 没事没事 您先喘口气 定定神 然后 不要脸啊你 两个死狼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觉得他好没熟 他 他是不是那个 盗鱼马的女贼 是他 就是他 没错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点 敌寡来亲 大家小心 告诉阿贵 不把新娘交出来 我踏平将军府 将军有令 恶霸会来抢亲 呗 你就是那个恶霸 太岁投身动土 高声 这不就是我抢马的原因吗 那我也是为了仗义救出场啊 就算是我不对 你们俩用得着这么报复我吗 报复 我什么意思啊 哎呀 他说自己拿给了他 马我不是还你们了吗 没伤没残的 要钱我可以赔钱啊 拿不了去官府告我 看看你们多缺德啊 但跳我嫁人的时候来抢人 你们也被免太毒了吧 我一个大姑娘家 一辈子就那么一次终身大事 你哪干嘛那么糊涂 说得这么白的 你头不对马嘴啊 姑娘 你真的糊涂了 你到狱马 我们不追究你的责任也就罢了 你 我们救了你一命 你连个蟹子都不说 你有点过分了吧 救我 田田有没有你们这么不要脸的人啊 明明抢人还说救人 现在谁抢人 谁救人呢 我受不了了 你们慢慢谈吧 我还得上朝见皇上了 完了 我死了 我受伤了 我死了 我受伤了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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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 快了 江青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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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呢 怎么了 对不起 咱们来了 对不起 虾兵蟹将哪是小乐他们的对手 你们真不是贝勒里的人 说什么呢你 当然不是 打 我死他 打死我夫妻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人们 激烟皇上下 和珅怎么不来啊 回禀皇上和珅告病 传旨 派太医前往和服诊治 遵旨 阿贵怎么也没在这儿啊 昨夜已派人告知他了 谁灌的这毛病啊 早朝都不来了 太不像话了 他一定是睡过头了 睡过头是借口吗 人家和林日理万机 怎么没睡过头啊 去 启奏万岁 臣又以锦囊呈颂万岁 什么锦囊啊 大伯拿过来看看 喳 真是掷底有声啊 这么多年来 没人敢上这样的奏折 挺漂亮啊 和林兄 你这是上得什么折子啊 他怎么说呀 古作神秘 什么玩意儿 和林大人有招啊 和林上的是密哲 告的是当朝大臣呐 这下子真不是东西 准事高伯 多半是搞不活 要搞就光明正大 偷偷摸摸的不是好汉 此等奏者应当公主于世 是位文武百官之楷模 小公公 你给读读吧 臣和林 参合军机大臣和申九大罪 他怎么把自己的勾个搞 谁知道他俩兄弟玩什么花样 接着练 和轩 甚为朝廷首辅 却未能善尽其则 其一 见善妄举 此度之罪也 其二 知恶不合 此笔之罪也 其三 依为是非 此觉之罪也 其四 戒功行私 此宁之罪也 其五 聚祸劫舌 此偷之罪也 其六 指摘仪式 此刻之罪也 其七 亦存济予 此缴之罪也 其八 怒人傲己 以其所长而论 此 愤之罪也 其九 喜人奔静 护其所短而藏 此贪之罪也 好 佩服 佩服啊 请皇上明察 和珅九大罪状 秉躬成处 已为群臣之戒 和林 你这九大罪不仅 道出了和珅的要害 也是朝中大臣的通病 讲得好 文武百官 每人手抄一篇 挂在家中 每日一涌 臣遵旨 和林不偏不倚 不袒护自己的兄长 秉公弹劾其罪 是为关中楷模 于此皇马挂一箭 谢皇上 妹子这和林怎么样啊 阿娘有眼力 那她就 就让她跟阿贵争吧 好 哥 你看见了吧 看见了 好啊 一个锦囊送上去 换了一箭黄马罐 哥 这件事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早告诉你 我要是事先 把那邪有九大罪的奏折 让你看的话 你还敢送给皇上吗 我 我没那胆量 就是 你不敢给他送上去 那你永远 只能是和珅的弟弟 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啊 所以啊 必须把他封在锦囊里 可是 这九大罪 对你伤害也挺大的 无所谓 那都是我精心包装出来的 大而无当 可这样一来呢 你 却成了大义灭秦的英雄 铁面无私的忠臣 连多哥哥 对你都会刮目相看哪 这倒是 多哥哥那眼神 当时对我就不一样了 你看看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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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公公来信了 大哥 秦公公来信 都说什么了 他说皇上已经草地圣旨 要阿贵进军基处 学习行走了 他明明隔了阿贵的军职啊 免了他的军职 是为了更方便给他一个文职 可是皇上 刚刚赐了我一件皇马瓜 他 这是皇上惯用的一招 过去 对我跟刘罗公 祭大燕带之间 也是这么做的 现在 轮到你和阿贵了 大哥 我该怎么办 寻找阿贵的弱点 把他搞臭 天地良心哪 刚才是不是你啊 你说我不嫁我不嫁 你哭得娃娃的死去活来 我们才 对啊 那个媒婆太狠心了 她就这样把你拖上轿子 当时我们看了真是火冒三战 别那么多废话 我告诉你不让我走跟你们没完 别别别 当时你哭得天昏地暗 斗鹅都没这么冤哪 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哪儿两个这么大草包 我们什么时候又变草包了 姑娘 我和将军是头可断血可流 我们俩的面子不能丢 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们救了你啊 保住了你的清白之身 对不对 我们不求一个安同再造的匾额吧 但起码给将军跪下 磕个响头 说上谢字吧 对不对 你倒好 我 你看看 你是念完了经不要和尚了 你过河拆桥 你狗咬柳东斌 你不是好人心 我还谢你们 我那是枯架 懂不懂什么叫枯架 枯架 枯枯架 枯架什么意思 我当然懂了 我是读书人 懂啊 什么意思 说 什么意思 我去上个厕所 回来给你解释 等我 我去去就 将军 将军 那个贝勒让我们给打败了 可他不要脸 又带救兵来了 嗯 小勒 过来 你过来 好 你这是 他去 回来就明白了 你真的 不是贝勒的人 不是 哎呀 你听我说 我们怎么会是贝勒的 小勒 你站好了 啊 我问你个问题 你知道 什么叫枯架吗 枯架 嗨 这个我明白 你明白 啊 我有六个姐姐 她们出架的时候 都是流着眼泪 上大花轿的 那眼泪 流成何 贝勒爷 和林 你来得正好 这个忙八蛋 气死我了 将军 哎 这应该是阿贵的家 这个王八蛋 他敢抢我的女人 阿贵抢女人 抢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红丑 红丑 哎呀 妹子 妹子 全误会了 你听我解释 他当年你尿什么呀 马尿也没你尿这么长 我跟他说 快快快 你可千万不能怪我 要怪 你就怪他 干嘛怪我 是吧 年轻人 什么都不懂 真是嘴上 怎么了 反正他办事不老 当时一看你哭成那个样子 他偏说恶霸强情 我说别动 这是哭架 对吧 哭架 这是本地的一个风俗 你连这个都不懂吗 是吧 就是姑娘要出架必须要哭 越哭越好 越哭 娘家越发 对不对 可他不懂 你呀 你呀 最后铸成大错了吧 真的有这样的风俗 是啊 我们错了 给人道歉去 错了 快去 真的错了 快点 对不起姑娘 我们真的是错了 不光是错了 而且我当时就劝他 我说这是哭架 不能去 可他 不听老人言吃鬼在眼前了吧 您说过吗 我没听见 我说了 说了四次 你一次都没听见 姑娘 哎呀 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将军 他呢 从小在冰营里长大 没学过文化 他一天书都没读过 你怎么能怪他呢 是不是 另外他年轻气盛 哎呀特别浓猫 教训哪 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严重的教训 那就是 学文化 是对我的重要啊 那现在事情到这个地步了 嗯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我 哎 快说啊 怎么办现在 你自己闯的祸 你自己解决 我可管不了 哎 等等你 喂 喂 你赶快送我回去啊 新兰国还等着我拜堂呢 我 你还不送他回去啊 你这 我交出来 我交出来 我踏定你将军府 这个贝勒还没走啊 你快去啊 好好 我送你出去 新娘子 让我掩护你出去 哎 不然 我也不是很急 我先歇会再说 哎 这帮家伙该闹够了 那我摆平你们 哎 王爷 虹仇呢 王爷 虹仇真的出嫁了 你又骗本王爷 我怎么敢呢 我把你这书场拆了 王爷 饶命啊 饶命 王爷 你看看 又来一个听红仇 唱大鼓书的 去把红仇找来 王爷 红仇让人抢走了 啊 谁啊 阿贵 阿贵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他吃了豹子胆了 这是张黑子的人头 你们的武功谁比他高 谁的人头想陪张黑子的人头做伴 来啊来啊 来啊 尽管上来 要不然 全部给我闪 快 你们 红仇姑娘 可以出来了 你是不是想跟他一样啊 阿贵 你给我挡着 驾 走 姑娘 我 我送你回去 你的手可不可以放开一点啊 放开我地盘军怎么办啊 不是人家看了会笑话 笑话 你当年抢我上马 怎么不怕人笑话 现在怕什么 这不是一场误会吗 达 掉下去了 我 Dorothy 哈哈 У 爹 绘 我 你没事吧 没事啊 您看我不是好好的 贝勒爷怎么看放你回来的 不是贝勒抓的我 是阿贵将军抓的我 将军 老先生 对不起 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对不起 你 爹 阿贵将军是好人 他是救我的 我越听越糊涂 将军 你自己解释 我解释 我没时间解释了 皇上找我入宫 这么一折腾 已经耽误太多时间了 我得先告辞了 对不起 你说走就走啊 对不起 我得赔礼 这是我的礼物 告辞 驾 这 这 这是什么礼啊 人头 这不像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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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将军呗 您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 都散潮了 别提了 这好心惹了一大堆麻烦 这好人难做了 皇上在御花园等着您呢 您赶紧去吧 好 走走走 将军 你知道皇上今天为什么让你来吗 知道 不是谈军马的事吗 哎 皇上今天啊 不谈军马 那谈什么 只谈驾马 驾马 驾马 皇上要为多格格挑选俄副 皇上选中林了 哎 将军 哎 将军 哎 皇上好大哟 您这是干什么呀 皇上好大 您这 哎 连这皇上的人影都没见着呢 您就在这磕起头来了 哎 皇上这么看得起我 给我找老婆 我得谢主隆恩啊 哎 皇恩好大 哦 将军 将军 您先别高兴 这太后还没答应呢 为什么 太后说 你这斗大的字不识一个 太后啊 选中和林了 不早说 害我白扣了三个想头 将军 将军 怎么了 不过太后说的有道理 我一个字也不认识 哥哥怎么会看得上我 将军 别愁 皇上一心想帮你 他跟太后都商量好了 多格格要亲自考你们两个 谁考上了谁就当厄夫 考试 考试 真像坤宁宫那个小李子 今儿不是相亲吗 怎么又打扮成小太监了 这就是我的考题 这丫头细眼可鬼 他这是考荷林哈贵 这臣子们见到我吧 哪个不是毕恭毕敬 兵彬牛李 那就看不出他们的人品 太监是下人 他们在下人面前毫不防备 容易流露出真实的品气 好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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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作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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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